兩個函數可以解決 不過如果需要兩個函數呢 當然可能會需要分兩階段 以後如果說你的工作很複雜的話 我是建議你就 按部就一步一步的慢慢完成就可以了 那怎麼做 第一步的話我先怎麼樣 把那個第二個字 先把它抓出來 那怎麼樣把第二個字抓出來 那當然你可以插入函數 找到那個文字 以後的話按照類別反正那個是 要抓第幾個字文字類裡面的那個密的函數 所以往下找一個密的 給密的函數 然後呢他會有幾個問題呢一個 兩個三個 那這三個問題他有一個敘述啦不過這些敘述 恐怕不是那麼清楚但是至少你慢慢體會有時候 要感受一下他到底問什麼問題因為 畢竟這個軟體是美國人設計出來的所以他的思維一定是美國 美式的方式 那所以這邊最難的地方按確定之後你會發現 前面其實都不是中文的 所以你要自己要能夠去 把那個 這個的中文意思也許把它 把它對照出來 把它想出來所以第一個他問你什麼 你要這個 所以 我覺得最難的應該是大部分同學看不懂前面的意思 不過在前面當然也會有一些敘述讓你知道 什麼 不過這個敘述有點 說他文言好像又不是很文言 說他沒有條理 因為 唯什麼 唯欲 從中抽取文 什麼字元的文字 串 好像你全部讀完之後你還是不太知道到底什麼 啊其實簡單講起來就是 你要 你要切割的那個文字在哪裡啦 Test就文字就是在這裡啦 白話就是你要的那個儲存格位置 他就幫你把那個字帶過來 第二個問題是 STAR LUMBER STAR指的是哪一個字開始 LUMBER是數量 哪一個字的 應該數LUMBER是哪一個字 從哪個字開始算起啊 那我要的是第幾個字呢 第一個 第二個字 所以這邊輸入2就可以了 你幫我從第2個字開始 那LUMBER CHASE是 CHASE是字 字元啦 意思說你要幾個字 你要抓幾個字 那我要幾個字 就一個字嘛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喔 回來的結果 各位可以看一下 他就幫你把什麼 從第2個字 抓幾個字 抓一個字 就是這個字 幫你怎麼樣 抓到這邊 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但是請特別注意一點喔 各位有沒有發現 有一點這個是蠻細節的地方 就是說這個意義有沒有 前後怎麼樣 有什麼呢 雙引號有沒有發現 那這個前後有雙引號跟前後沒有雙引號 兩個 是不一樣的喔 特別注意喔 這個是叫文字的一喔 這個叫數字的一兩個不相等喔 你不能把那個文字一當成數字一做比對喔 如果一比對你會發現錯誤喔 這個也是 也許剛剛同學有練習啦應該會 發現有問題的地方喔 OK 這關鍵很重要 因為在我們肉眼看是一樣的 但是在電腦他判斷是不一樣喔 電腦他還有分不同的資料形態 數字又數字文字文字 他兩邊是不一樣的喔 這一點給大家注意一下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是一 但是這個一是文字的一喔 OK 所以第一步完成了 好 那完成之後接下來我不是要這個結果啊 你不是說 自己把它變成 那個 就是男跟女喔 所以我們接下來還需要做什麼 跟剛剛這個一樣 邏輯 不過呢我不希望分兩邊 而是希望一次就做完的話 通常會怎麼樣呢 先做切割 第二個字 第二動作的話呢 請你把等號後面的這個公式怎麼樣 把它剪下來 為什麼剪下來因為等一下要放在那個 一幅函數 邏輯判斷一下 OK 剪的時候不要包含等號 剪下 然後再插入喔 一個什麼呢 邏輯判斷 邏輯切到邏輯 然後呢把他剛剛的公式貼上 這個東西 如果等於什麼 等於1的話 等於1 那就是男 反之就是女 不過 你假設輸入這樣子 看起來好像是沒錯 男 然後呢 反之就是女 可是呢如果你這樣子輸入的話 不過你會發現 輸入男女他好像前後也會幫你 加上雙以後 因為他是文字 OK 那如果這樣輸入按確定 你想說邏輯好像沒錯 不過全部都是女生 為什麼呢 就我剛剛講的 關鍵在哪裡 如果等於1 是男生 那你會發現他好像都不永遠都不會等於1 可是裡面好像有看到1 問題出在哪裡呢 就是這個1 1的前後請你要加什麼 雙引號 如果沒有加雙引號的話是數字1 如果有加雙引號的話是文字1 兩者是 完全 不一樣的東西 這一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按確定 看一下 男有沒有 為什麼呢 來嗎 如果有加雙引號的話 就這樣看了